哈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在我旁邊是悠悠卡公司董事長陳廷如陳董事長 大家好 今天是因為我們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其實有質詢到關於悠悠卡悠悠富的一些發展狀況 今天就特別邀請董事長親自立零 然後來幫大家做一些說明跟回覆 第一個是想要跟董事長來探討 其實我們關心說悠悠富目前發展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主要第一方面還是在交通上面相關的優惠 或者是在小微支付跟商家的一些綁定 那董事長我們先從商家這一塊 先來跟大家說明一下狀況 目前用悠悠富有哪一些優惠 或者是在哪邊可以使用它 那我們的商家優惠現在是非常的多 目前悠悠富的可以使用點已經來到3萬多點 那交通的呢 大家很熟悉的我們的B乘車 可以進行雙倍的一個公共運輸以外 我們在騎乘車大吹吹上也可以幫你也可以用喔 那在商業部分呢 我們終於很開心 我們可以進入一些比較大的場域 叫我們最近上的環球購物中心 提供了大概相當於12%的優惠 那我們在PC後也終於展開 我們在我們的業務 PC後現在的優惠有200%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其他很多通路都有 例如說Cubeburger啊 或是我們現在Oxiu Fuxi啊 大家看到的常有的連鎖店 都在陸續展開收 所以你看到一定不要錯過 然後我知道的是好像有特別到一些 目前LiPay或者是接口 比較接觸不到的領域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台北市的轉投資嘛 那對於大家有些給他在商業考量 不會去的一些場域 你說些市場夜市這些支付 或許沒有完全進去的地方 我們現在都大力的在推廣 所以我們最近在傳統市場做了很多的燈運 那所有市場我們都去了 那我們最近最好的選項是南門市場 南門市場目前有99個攤位 都已經裝了悠遊褲 而且我們不定期的會做一些封館大回饋 好像當開幕的時候 我們還辦過封館全館都大九折的一個 用悠遊褲來支付你的菜錢 我們幫你付蛋是不是這樣子的選項 那我們也記得於是 台北於是臨P場呢 有很多高級餐廳啊 或是達人都會去那邊補貨的 我們現在有60台都已經準備上線了 然後五場初步 我們也會寄出蠻好的優惠 讓你再也不用那濕濕的指草回家這樣子 董事長我記得我以前有讀過 類似的商業理論就是 後發者對於先行者的這些公司 該辱得的去競爭 就是先從一些他們很顧不到的這些地方 然後慢慢的把它挖過來 然後再慢慢的茁壯長大 是不是我們剛才講到的這些魚市啊 以及市場是屬於目前 現在的LiP或借口比較接觸不到的 真的因為我覺得傳統市場 真的非常難進去 第一你要先取得他們的信任 你要懂得他們的場域 常常要蹲在那邊跟他們一起買菜 再有機會 那這也是一般來講 其他我們的競爭隊 有其他支付公司都很願意做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說 我們有進去魚市 那魚市這個靈品場 所以很多餐廳打人會去的地方 可是你想想看要三點半去收貨 而且三點半去做說明會 早上三點半 不是下午三點半 這邊就不太榮譽了 那基本上傳統市場都是這樣嘛 因為他們早上他們做生意時間 你一定要在非常奇怪的世界去做 那這個也是希望 除了交通以外 悠遊婦能夠跟別人不一樣的一個招數 那如果像我們士林北投 有一些市場或者是有一些商家 那他也希望能夠跟悠遊婦來合作 那不知道消費者能不能夠想到 有糖尿的優惠 或者是對商家來說 也能夠有一些優惠呢 所以如果各地方各個市場 現在來簽悠遊婦 我們到年底前 手續費都會回饋 而且還會做很大的行商 而且這是我們主權的戰場 尤其是士林北投區 如果有商家願意來快速接觸我們的悠遊婦 馬上來告訴我們 我們用最快的方式 趕快幫你們申請 而且我們還會提供行銷資源 太好了 那不管是商家 不管是消費者 我們都很樂意在今年 在推廣期 寄出最好的回饋 好在這邊就代表市林北投相親先 感謝董事長 謝謝一周半分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就希望增加優遊婦的使用率 上次質詢後 我們努力的訪問一下 現在已經跟一些共產運劇 開始有些行銷混作 未來也會推出 以公眾運輸為主的優惠 盡量設計成你拿了優遊卡 但是你有綁定優遊婦 我們還是可以回配到優遊婦給你 所以呢是希望鼓勵大家 目前只有優遊卡 也能夠積極的去綁定優遊婦 也能夠享受到非常多的同理 我們對一卡一副優先生為更敬意 今天謝謝董事長來到這邊 歡迎你們所有的好朋友 不論是好評或者是負評 在這邊留言給我們 如果名義代表 也一定會反映大家的意見 謝謝你 那我們也很期待看到大家 給我們快快的保護意見 見 拜拜